好了同学们我们回到直播课堂上 这个课先休息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点 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调整一下学习的状态 尽量保持积极的心态 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一起来啃一块大骨头 那在接下来的这节课程当中 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第四边第十七章 其他特殊项目审计的学习当中 这一章其实我也不是说给大家下马威 或者给大家一个负面的心理暗示 但是根据历年考试大家同学们的反馈来说 确实是难度整体会比较高 这个比较高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确实内容比较多 我想告诉大家第十七章是一章顶四章的 确实整体上学习的任务量比较大 学习比较艰巨 但是这个反过来大家要想 你把第十七章学完就约当于学完了四章 要从这样的积极的角度去想问题 同样是半杯水 乐观的人看到是半满的 悲观的人看到是半空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做乐观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他特殊项目审计 它既然一张顶四张 它介绍四个模块的内容 这四个模块整体上都属于难对相度比较高的内容 无论是说在审计这本书当中 还是说在筑筷这六门科目当中 我觉得第十七章都不算简单的一章 所以它的难度它确实客观也存在 但是不代表说没有应对的办法 怎么应对这一章呢 我等一下带着大家找到一些方法 然后咱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学习 在去年的授课当中 我也是调整了一下第十七章的讲授方法 目前来看 大家去年的同学们的反馈 应该来说相对是比较好的 那今年我们对这个方法进行一下优化 然后我告诉大家第十七章该怎么学 最重要的就是按图所记 等一下我带着大家理理那个脉络 理理那个思路 把思路理顺了 然后对号入座 把每个模块的知识学清楚 那这样的话十七章呢整体上也不会像大家想的 说考试当中出现 就一定说要了我的命了 不会啊 所以两个问题我们说在这儿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学习提要 这一章节属于重点章 然后我想说啊 这属于超重点章节 什么叫做超重点章节呢 如果你说审计当中哪一章 有可能在同一年同一张试卷上考两道简答题 那也就是这一章了 在最近几年的考试当中确实有出现过 比如说去年啊 似乎就是这样的 在同一套试卷上出现了两道简答题 都来自于第十七章 所以呢 它属于超重点 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你说老师 十七章我不想学了 我放弃 那大概率啊 可能就是明年咱们还得一起再继续学 是吧 你要见证我的进步了 不是说我见证你的进步的这问题了 那所以呢 十七章咱们要认真对待 虽然难 但是呢 也要去攻克 根据最近五年考试分值的统计 本章通常考核 两道三道的单选题 一道两道的多选题 再加上一道左右的简答题 以及一至两问 小问的综合题 那合计的分值呢 一般来说在八分到十二分 是整本审计书当中 分值分布最多的一章 而且这些年 那分值分布呢 一点也没有减少的意思 基本上都在十分左右 所以真的重要 第二个我们来说一下 这张的记忆难度 这张节我们说过 一张顶四张 所以涵盖了四个部分的模块知识 第一个会计估计 第二个光联方 第三个持续经营假设 第四个在首次接受委托时 对期出余额的考虑 这一张节 它不但各自的理论 它介绍的内容呢 比较丰富 同时呢 和前面所讲的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利用专家的工作 以及我们后面经济学到的 审计报告之间呢 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知识容量相对比较大 记忆的难度呢 也比较高 学习起来呢 说实话 没有什么捷径 大家不要耍小聪明 不要企图说 我投机取巧 按照我所讲的一些办法 正确的科学的学习思路 来认认真正的坚持 一以贯之的学习 所以这一张 大家一定要足够的投入 细脚慢验 不要贪图速度 没有任何的好处 慢慢学 然后跟着我们的课程节奏 这第二个 记忆的难度 第三个 实物导向 这张节的实物性 是非常高的 考试考出来之后呢 说实话 教材的知识 我觉得它也是 清除欲览而胜欲览的 聊文也比较晦涩 那理解起来的难度呢 也非常高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 要认真学习和把握 相关的典型案例 在案例中来进行学习 我上课 我会给大家举例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这些例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些案例还体现在 在历年真题和我们模拟题当中的一些训练 尤其是简答题当中的训练 大家一定要结合 只做好题 认真掌握 这一章节 在只做好题当中 我给大家收入了足够多的简答 你去翻一翻 而且有些简答题呢 它是历年真题 有些是改编的 有些是我给大家重新去命制的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 每一道题目都是经典的 都是反复的推敲 琢磨之后 才提供给大家的 所以这些题目 一定要自己动手 亲自做 你做完之后呢 就发现啊 经过了洗礼 你自己呢 对这张的理解也更深刻了 会蜕变一些 那整体上 这是一个学习的比较好的办法 所以你说啊 这有什么好的捷径呢 有什么好的窍门呢 我觉得没有啊 就是干就完了 是吧 接着 心态的疏导 这张节呢 是审计教材各章的容量之最 难度之最 无论前面的内容 学起来多么轻松自如 何况啊 大家学习前面的内容 也没有多么轻松自如 是吧 学习本章呢 都会觉得无比崩溃 我就告诉你 所以你也别崩溃了啊 大家都崩溃 那所以 大家都一样的情况下呢 我明确的把这个地方告诉大家了 大家在心态上就稳一点 那同学们要积极的调整心态 对这一张 有慢慢学的这样一种心态 而且呢 要告诉自己 一张顶四张 所以学这张 看似痛苦 可是学完之后 其实呢 你就翻过了审计当中最大的山头了 所以同学们 要具备逐一击破的学习信心 你们发现没有 讲第17章 我的语速是刻意给大家放慢的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带着大家慢慢进入状态 不要着急 这一张呢 确实它有难度 所以咱们慢慢学 我有这个耐心 大家呢 也要有这个耐心 最后一个 所以说学习这张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 各位同学需要去避免以下的两种误区 第一个 误以为说本章是全新的知识 实则不然 从原理的角度来讲 特殊项目的审计虽然难 可是呢 它也要按照风险导向审计的总体思路 也要按照审计地图的这个框架 来进行知识点的串联和学习 同学们要注意体会 第二个 大家千万注意啊 不要疯狂刷课 但是不做题 我告诉大家 这一定是不行的 但17章 可能大家听一遍课未必够 那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先听我的一遍 如果有问题的地方 大家可以跟着李明元老师 再听第二轮 我觉得17章是值得的 因为本身难度在 分值也在 是吧 但是不要疯狂刷课啊 说听三遍四遍 真的没必要 你相信我 即便它难 也没有必要说刷个三四遍 四五遍 我那天有同学说 说老师我要把课刷六遍 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还有刷九遍 你要干嘛呢 九九归一吗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咱们不是说在那个地方啊 咱们做什么修行 是吧 还要图什么7749 9981 不要这样 两遍足矣啊 但是呢 大家注意 做题太重要 学这一章 一定要认真做题 只做好题 必须亲自认真动手 做练习 而且呢 要独立做 独立检验 好吗 好了 这些地方啊 当大家学习这张 有困惑 有麻烦 有纠结的时候 回过来看看 小金老师给你写的疏导心态 看看我给你写的 如何躲避误区 我觉得大家会平和一些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学习第一节 叫做审计会计估计 学第一节之前呢 先不着急啊 咱们先不着急说 把这个刷页知识 给大家拿出来讲 咱们先来说一说 这一章节的整体的思路和脉络 先理一理 有好处 这个脉络我说过 还是没有脱离审计地图 审计地图怎么说的 第一步 起始于初步业务活动 解决什么问题 签约的问题 如果签约的话 我们做计划 做计划的时候 有总体审计策略 也有具体审计计划 接下来 在具体审计计划当中 我们计划三个方面 一个是风险评估 一个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还有一个是一些 其他的审计程序 你看啊 这个其他审计程序 就为我们学习这一章 埋下了伏笔 什么叫其他审计程序呢 舞弊 违反法律法规 关联方 会计估计等等等 这些的本质量 都是相对特殊的领域 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本身就要对他们做计划 那接着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过程 评估出来 有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还有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进一步 我们要进行风险应对 报表层的 有总体应对措施 认定层的 有进一步审计程序 在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有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控制测试 也有找寻重大错报的实质性程序 这是我们说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风险应对之后 我们通过收集审计证据 而且将审计证据要进行固定 然后记录在审计工作底稿当中 那接下来能够完成审计工作 最终出具审计报告 这是我们讲的整体上 审计地图的主要思路 主要骨干 然后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学过 我说这个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整体的这个思路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运用在审计的实物当中 这个实物当中 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几个实物 第一个销售与收款 第二个呢 采购与付款 接下来生产与存货 还有货币资金的审计 然后前面我说过 我说学这些特殊的项目 和他们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不是更列的 而是纵横交错的 对吧 彼此之间是有联络的 比如说在这儿 曾经我们讲过 说学习第三十三章 学舞弊的时候 舞弊呢 本身和各个循环之间 它就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络 因为在各个业务活动当中 都可能存在舞弊的影子 那接着违反法律法规呢 也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在这一章我们讲什么呢 告诉大家说 比如说在审计会计估计的时候 那会计估计本身也和各个循环 各个业务活动有联系 你看到是不是这样 收入确认当中有没有会计估计呢 比如说收入确认当中如果有可变对价 那我们要做出会计估计 比如说在确定履约进度 完工百分比的时候 也有会计估计 采购当中有没有呢 说货到票位到要进行暂估入账 生产与存货当中有没有呢 比如存货它有可变现净值 货币资金当中呢 它可能也会涉到一些舞弊 比如说你去银行去购买一些理财产品 我可能要去想 这个理财产品我作为哪一项投资 如何进行分类呢 你看到都是有相关的会计估计的问题的 你看对于这些问题而言 我们在做会计估计审计当中 可能就会遇到 当然我们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谈 企业当中的会计估计还有很多 比如说如果有减值 那么商誉减值是一道会计估计 存货跌价涉及到会计估计 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涉及会计估计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 涉及会计估计 所以它的理解和我们各个循环当中 本身确实是分不开的 而且是产生纵横交错关系的 那除了会计估计 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关联方 对于企业的关联方 以及关联方带来的交易 它本身也是纵横交错的 无论是销售采购生产当中 都可能跟关联方之间产生关联 对吧 接着呢 比如说我要去评估一家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 它本身也可能会涉及到对各个业务活动的影响 收入 假设主要客户流失 采购 主要的原材料发生供应短缺 生产 比如说受到竞争对手的大力冲击 我们的存货残冷被自滞销 货币资金呢 资产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货币资金发生短缺无法偿负债务 你看也跟各个循环之间产生了联系 发现没有 所以啊 依此类推 所有的问题都一样 所以我们在学特殊项目的审计的时候 本身 我觉得它跟审计的实物 它是分不开的 它们之间是这样纵横交错的关系 所以我经常比喻 我说在审计地图上走啊走啊走啊走 它就会走入到审计的棋盘当中 可是即便是在审计的这个棋盘当中 它离开了我们审计当中的基本规则吗 没有 它还是做计划 做风险评估 然后做风险应对 那进而呢收集证据 做工作底稿 然后评估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的影响 所以这个思路永远不变 只是把审计地图当中 有这么一块 需要大家走来走去的审计棋盘 走的时候别迷路 咱们就行了 那咱们再来回忆一下啊 我们学完这些知识之后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可以放在其中 比如说无论是审什么样的内容 审计实务也好 横着的也好 还是特殊项目这些竖着的也好 我们都会用到一些工具 你比如说 我们都会用到审计抽样 还有呢 我们都有可能和其他的相关方进行沟通 我们都可能会利用到他人的工作 我们都可能要考虑一下信息技术 对我们审计工作的影响 是吧 所以你看前面学的那么多知识 本质上呢 都和这些产生着关联 最后 我把它再框起来 无论是这张审计地图 还是这幅审计棋盘 如果你在一家小的公司当中用 那叫做个别财务报表 如果把它放到一家庞大的集团当中呢 可以吗 没问题吧 这叫做集团财务报表审计 学没学过 刚刚过去的16章刚讲过 所以各位同学你发现没有 学到现在为止呢 审计这幅地图里面的元素是越来越丰富了 所以大家爬山洞而要有种感觉 爬着爬着慢慢的就会见到那束曙光 所以17章仍然没有脱离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审计的基本原理 所以各位同学 不要把17章当作说破旧立新 全新的知识和以前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的 如果你要这样的心理 反而学习当中会遇到困难 你的心理应该是我们前面学过的审计的基本理论 在第17章当中我们要进行反复的运用 而且前面学的越熟练 这章学的越舒服 好了 我希望我帮助大家理的这个呢 能够让大家找到一点学审计的感觉 没问题了吧 好 没问题之后 咱们今天走到审计棋盘当中 一起走入会计估计这个模块的知识当中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节审计会计估计 刚才说过 即便是审计会计估计也要按照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的思路来进行讲解 那咱们来想想 咱们前面学习的思路是什么 大体上是这样的 先了解 然后评估 然后应对 最后呢 来评价 是不是这个思路 你看学集团财务报表审计也是吧 学前面的舞弊也是吧 了解什么叫舞弊 评估舞弊导致的重大挫暴风险 应对舞弊导致的重大挫暴风险 最后呢 对舞弊进行相应的评价和沟通 会计估计呢 你看一模一样 第一步上来之后 我们先来了解会计估计 第二个呢 识别和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第三个呢 应对重大挫暴风险 第四个呢 来进行评价 所以仍然是 了解 评估 应对 评价 还是这四步 未来咱们讲第二节关联方 我告诉大家还是这样的 了解 评估 应对 评价 持续经假设呢 还是了解 评估 应对 评价 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同学 要抓住这种学习当中的规律 这个很重要 好了 规律掌握清楚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的学习 大家一定要跟上我的节奏啊 否则的话呢 你觉得说 哎呀 前面老师我有个知识点 我好像没听懂 我没记下来 我就一直在纠结 那这样的话 你只能拆东墙 补西墙 其实17章的理解难度更高 我刚才说的那些 如果你没听到 接下来的东西 你一定听得不舒服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 懂得学习的有心人 即便有小小的问题怎么办 先放一下 下课之后呢 可以在社群中解决 可以提问 对吧 可是呢 上课的时候必须要跟着我的节奏 尤其第17章 大家不能掉队 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 第一个模块 叫做了解会计估计 什么叫了解 就是会计估计是个啥 这就大白话 什么叫会计估计呢 首先会计估计告诉我们说 所谓的估计嘛 就是缺乏精确计量的手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采用的某项金额的近似值 我们综合进行判断 要判断说 说准确的板上钉钉的是多少 我不好说 可是呢 我可以给你个近似的范围 甚至给你个近似的最佳的估计数 那比如说最为典型的 就是公允价值计量 这就叫做会计估计 不需要背 大家都清楚啊 常见的会计估计有哪些呢 你们会计当中学到了没有 有没有学到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积极变更这一章呢 学到了没 没学到的话呢 大家就凭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的经验 跟我说一说 会计估计都是什么 比如说固定资产的折旧 无形资产的摊销 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收入当中履约进度的确定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公允价值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还有呢 还有很多啊 退货率的估计 存货的跌价 商誉的减值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 投资的减值 等等等 太多太多了 不胜枚举 这都叫做会计估计 那在审计过程当中 我们注册会计师 要去确定 会计估计导致的重大挫暴风险 是否属于特别风险 来 这句话 大家跟我认真看 他怎么说的 说会计估计导致的重大挫暴风险 它一定属于特别风险吗 它应当是特别风险吗 不是啊 我们要考虑的是 是否属于 进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的目的是 对会计估计导致的风险 来进行评估 你想想这种风险 不用你学 你都知道 会计估计它会浮动 它会波动 它存在不确定性 那这种不确定性 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的来源 好了 我来问你来答 和前面的知识呢 咱们一起来综合 前后链接一下 说如果企业涉及到一些 复杂的会计估计 多项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的这种不确定性 整体有比较高 在交易当中 那这种复杂的会计估计 本身就有可能给企业的5B 提供5B三角模型当中的哪一角 动机或压力 态度或借口 还是机会 选哪个 一二三 三个答案当中 你选一个 非常好啊 你看 你觉得你很多东西学完就忘了 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忘 没有一个同学答错 这有可能 带来5B的机会 是吧 然后啊 对于会计估计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咱们在说 有的时候管理层 它5B 它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它可能会对会计估计 进行操纵 可能会滥用会计估计的变更 可能对于会计估计 它存在一些偏向 所以咱们说 应对管理层凌驾于 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的时候 有几个措施 三个 怎么说的来着 凌驾控制 有三帕 测试 复合 加评价 那个复合 指的是什么 叫做复合会计估计 是否存在偏向 还记得不 为什么要复合会计估计 是否存在偏向呢 有可能导致这种偏向 就意味着管理层在舞弊 管理层可能凌驾于 内部控制之上 所以在这里 还有一个会计估计 如果存在偏向的问题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追查本期 我们也可以去追溯调整 以前年度相关会计估计的结果 不是追溯调整 是追溯去复合 对吧 那么追溯复合的过程当中 小生老师 前面给大家形象的 把这种程序比作翻旧账 你看 前面学过的知识 是不是跟这都串在一起了 所以本身评估会计估计 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咱们前面也学过 好了 知识一定要融会贯通 所以我要不断的前后 给大家做链接 这个很重要 这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说会计估计的结果 与财务报表中原来已经确认 或者披露的金额之间存在差异 并不必然表明财务报表存在错报 这一句话大家要背 为什么呢 因为考试当中可能考你简答题 他怎么考 他这样考啊 你认真听 说之前做了一项会计估计 现在呢 由于一些得到了新的情况 我就对过去做的那个会计估计 进行了追溯调整 这个做法一定对吗 你要想啊 可能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会计估计 如果只是发生了变更 那么你不需要对历史期间 做的会计估计进行追溯调整 如果那个时候人家做的是对的 是一个最佳估计数 你有什么理由去后见之名呢 所以会计上 大家如果学综合 到时候咱们一起来学综合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会计上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理论 叫反对后见之名 说你不能用未来的这个相关信息 你去事后出格量 把历史期间的会计估计 一定要去做追溯调整 因为历史期间 它不属于错报 只要在那个时候 它是按照最佳的估计的情况来做出的 那就不必然表明 财务报表存在错报 这是一个理解角度 还有一个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如果历史期间你做会计估计的时候 你存在失职 有些问题你没有考虑 有些信息被你给忽略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会计估计做的不准 那就叫做错报 所以综上所述 如果说会计估计的结果 和原来我们已经确认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原来确认说法院可能会判我败诉 罚款30万 这是我估计的 可是最后一锤定音的时候 人家决定罚我50万 一定表明这30万是重大错报吗 不一定 不必然 因为有可能30万 当时我已经认真的 仔细的慎重的评估过 考虑过了 那就不能认为是错报 可如果你做30万的时候 你明知道 他要有可能罚30万 根据历史经验 根据专家顾问的意见 但是你还是不确认预计负债 你还是零 那这个情况下 最后人家一锤定音的时候 发现是50万 那很显然啊 你当时是存在错报的 所以综上所述啊 有可能有错报 有可能没有错报 所以这个咱们要分析 这一页说实话 我应该是讲的比较深了 可以说很深了 前后链接了很多 在这给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 然后呢 我还要求大家去背 这三句话 我觉得大家现在理解起来 应该还好 应该难度不是很大 对不对 但是啊 根据历年同学们的反馈呢 大家对于第三句 还是会觉得说 在考试当中 如果考你在案例中的运用 老师 我觉得难 我觉得我想不到 我觉得教材讲的 可能还不够深 怎么办呢 我在今年给大家补充了一个 典力研习17-1 通过典力研习17-1 能够帮助大家 很好的解决实物问题 而且这种案例啊 在考试当中是真的考过 我还是那句话 学审计 你绝对不能听热闹 听笑话 听段子 这就够了 这是有问题的 大家一定不能排斥 一定要主动的敞开心扉 去接受这些非常典型的专业的实物案例 这个才能够帮助大家去考试 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这个太关键了 一定要知原理 懂原理 用原理 这个真的关键 否则的话 你平时听着嘻嘻哈哈 听着好高兴 觉得自己学起来很轻松 你去逃避 躲避 排斥这些案例 上了考场会傻眼的 所以这些案例 咱们静下心认真看啊 问题是 说会计估计的结果 与财务报表中 原来已确认或披露的金额 存在差异 一定表明 财务报表存在错报吗 答案是不必然表明 为什么 咱们借助这个案例来分析一下 来一起看 说A注册会计师 负责审计贾公司 二某20年度的财务报表 二某20年12月31号 贾公司有一项未决诉讼 管理层充分考虑了案件的情况 和专业法律顾问意见等信息 预计很可能败诉 在这儿 你要认真看啊 人家说充分考虑 说明是什么 这叫做无错 没问题吧 人家没有过错啊 人家该考虑的都考虑了 那么 预计很可能败诉 我们先要去赔偿 多少钱 100万 然后呢 确认了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判决出来 是多少 咱们还不确定 但现在咱们预估100万 二某21年5月1号 法院判决 假公司败诉 赔偿120万 这叫什么 会计估计的结果 与之前会计估计的相关金额之间 存在相应的差异 现在咱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个差异 一定表明存在错报吗 关键就看是不是无错的原则 是吧 如果以前没有错 那就不是错报 如果以前做错了 那就是错报 来分析一下 你看我分析写的多细啊 大家都能看懂 说法院做出判决之后 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消失了 赔偿金额最终尘埃落定了120万 这个金额和原来确认的存在差异 是否表明存在错报呢 分析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什么 A注册会计师需要做出判断 假公司于2020年做出会计估计的时候 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该识点 所有必要合理的信息 如果是yes 那就不表明存在错报 如果是no 那就说明你自己有过错 那就存在错报 所以你看有错没错 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管理层的相关决策 你的决策的基础是什么 综上所述 会计估计的结果与财务报表中 原来已确认或披露的金额之间存在差异 并不必然表明财务报表 存在错报 同学们能理解了吧 好了啊 以上是我们讲的会计估计 我们在了解过程当中 要了解到这样的深度 是不是深度挺深的 你看啊 这个十七章跟别的章节真的不一样 别的章节呢 可能大家在学习掌握的过程当中 像第一个这种问题啊 应该就是一笔带过 轻描淡写 十七章上来这个问题 就要讲到这种深度 但是它是必要的 大家一定不能去排斥 要接受它 而且你要提防 在学习过程当中 如果你只是图乐子 只是你说 哎呀老师我怎么轻松怎么来 怎么舒服怎么来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的啊 我再说一遍 审计考试这两年 尤其考这种章节 它的实务性非常高 必须把这些案例下去之后 再花时间 给咱吃的透透的 掌握完这个问题之后 了解咱们就说完了 了解说完之后呢 咱们来说 如何进行风险评估 如何进行风险评估 我们来看风险评估的程序是什么 我问大家 什么叫做风险评估 能告诉我吗 回答我一下 风险评估的精髓是什么 精髓是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 如何了解 第七章给大家讲过 用什么程序啊 询问 观察 检查 穿行测试 这些程序是不是都可以用 还可以用分析 这些学过的咱不用学了 那咱们观察看 对于会计估计的相关风险 咱们如何风评 如何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 把风险评估出来呢 在这儿有相应的程序 这个地方我提醒一下 是2021年教材做出 明显修订和重大变化的地方 以前在这里 相关的程序是三项 今年把三项改成了四项 对于这四项 咱们总体上先过一遍 第一个 说了解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的要求 这第一项 第二项 了解管理层如何识别 是否需要做出会计估计 第三项 了解管理层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在这儿 第四项 复合上期会计估计的结果 这四项要背 为什么要背呢 这个我明显的告诉大家 这个不考你简答题 它不会让你默写这四项 一二三四给我默写出来 这个简答题中 不会让你默写这个的 当然里面的细节有可能 但是这四个大标题 不会让大家在简答题中默写 但是我还是要求你背 因为它考多选 而且今年又是重大变化的 你说你不背 那风险很高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这四个大标题大家必须背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 这四个标题的逻辑是什么 别忘了 始终学这一章不忘初心 咱们现在做的事是风险评估 如何进行风险评估 它的精髓就是了解 了解什么 在这里分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了解准则的规定 你不是要找风险吗 那咱们先看看 会计准则是怎么说的 会计准则当中对会计估计 如果做出规定 你没有从它的规定 你和规定有违背 那不就是风险吗 所以第一个 了解准则的规定 第二个 你这准则在那白纸黑字的 写的很清楚 结果呢 你大眼瞪小眼 你那个眼睛瞪得像刘忠一样大 甚至像赵薇一样大 但是就是无视准则的规定 你发现不了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会计估计 你根本识别不出来会计估计 那这个也不行 所以第二步 准则有规定了 咱们还要去了解管理层 你是不是了解准则的规定呢 能不能识别出相关的会计估计呢 所以第二步 我们要问问管理层 你是如何识别的 这第二点 第三点 管理层告诉你说 哎呀 其实我识别出来了 为什么 我听了刘忠老师的课 会计估计这儿 我学的贼杂式 我知道会计估计有哪些 关联方 我们和关联方之间 产生了这个应收应付账款 那应收账款之间呢 那就有这个换账准备 预期性损失 这刘忠老师给我讲过 那这个就是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的折旧贪消 无形资产的减值 商誉的减值 你看我都识别出来了 那接着我要了解 你识别出来了是吧 好 那你会计估计是如何做出的 所以第三步是如何做出 你怎么把会计估计 给咱确定下来的呢 充分考虑了所有必要的 相关的合理的信息了吗 用什么样的模型了呢 用什么数据了呢 有什么假设呢 如何做出要考虑 第四步 你做会计估计人事 可能不是第一次吧 你历史上也做过 那么来看一看 以史为尽 可以正一观 可以知心替 可以明德师 是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看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你以前做的怎么样 所以我们可以去复合上期的结果 这儿啊 一定是要背的 但是逻辑关系理顺了吧 了解准则的规定 叫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要求 了解管理层如何识别出会计估计 了解管理层如何进行会计估计的做出 最后呢 复合上期会计估计的结果 一二三四这次步 我们做完了之后 我就能够对会计估计相关的风险 来进行相应的评估了 所以这个大的框架先搞清楚 这是重点啊 再说一遍 今年考到的概率超高 所以一定要掌握 说白了 这就两分 多选题 你要不要 这个真的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逐项来说啊 先来说四分之一 第一项 了解准则的规定 叫做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 为什么要了解准则呢 因为能够帮助我们去看 准则有没有规定会计估计的确认条件 或者计量方法呢 准则当然规定了 比如说预计负债 人家告诉你说 有三个条件 我们就要确认 那其中比如说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这不就是会计估计的确认条件吗 不就计量方法吗 计量方法 我们在学相关的会计准则时候也学过 比如说你确定会计估计的时候 是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呢 还是要去计算一个期望的金额呢 这不就是计量方法吗 所以准则 我告诉大家 我们国家的会计准则 对会计估计的确认条件 计量方法 做出了相对比较明确的规定的 第二个 为什么要了解准则 因为准则明确了 允许或要求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 能跟我想想吗 什么样的情况是 允许用会计估计当中的 公允价值计量呢 有没有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 我既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 也可以用成本模式计量 这不就是允许吗 还有呢 要求的有没有啊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用 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呢 是不是也有啊 能举个例子不 有最典型的 合同 现金流量 不符合基本借贷安排的金融工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寄入到 当期损益当中的金融资产 它是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 你用成本计 那是错的是吧 所以你看准则还做出了这些规定 这用备吗 不用备啊 听我讲一下就行了 第三 明确了要求做出或允许做出的披露 这个有没有呢 也有 准则倒数于说 如果涉及到会计估计 你要123456给我做相应的披露 准则也做出了相关的要求 所以你了解准则 就能对这些获取了解 不需要背 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能听懂了吧 这就为什么要了解准则 未来你没这么做 那不就是重大挫暴风险吗 所以这第一项 咱们说完了 再来看四分之二 说了解管理层如何识别 是否需要做出会计估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能要进行一些询问 比如说 请问你被审计单位 有没有一些需要做出会计估计的新型交易呢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以前你没有商誉 但是本期由你对外进行了 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产生了商誉 那么以前没有会计估计 本期呢 可能就有了 因为这是一个新型交易所带来的 由于投资并购 所带来的一项非常重大的会计估计 商誉简直 是吧 这第一项 那这个情况下 你要看看管理层 你发现了吗 你知道这是个会计估计吗 你识别出来了吗 第二个 需要做出会计估计的条款交易 是否已经发生改变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以前呢 我们的客户给我们的都是现金 我们用现金结算货款 可是今年人家要给我非现金对价 人家说 我不想给钱了 我能不能用一些物资来抵偿我的货款呢 那如果给非现金对价的时候 那说明什么 交易发生变化了 而非现金对价 可能我要去估计它的公允价值 那这个不就有会计估计了吗 我们要看看管理层 你识别出来了没有 第三 说 由于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要求 或者其他规定的变化 与会计估计的相关会计政策 是否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个呢 其实大家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比如说 过去的旧金融工具准则 和现在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那要求就差别很多 在新准则下 会计政策要适用新准则 那么就要求大家 按照新准则的要求 对会计估计的相关事项来进行评估 那管理层你发现了吗 你意识到了吗 第四个 说可能要求管理层修改 或者做出新的会计估计的外部监管的变化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不受到管理层的控制 人家外部监管 可能会要求你对于会计估计产生一些相应的计量的 披露的相关要求 那管理层你意识到了吗 下一个 说是否已经发生 可能需要做出新估计 或修改现有估计的情况 比如说 过去你做相关会计估计的时候 法院的判决还没下来呢 可是现在呢 法院的判决下来了 二审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能就要对会计估计做出相应的修改 所以以上这些情况就告诉我们说 管理层 你是后知后觉的吗 还是你是有意识的 你能够识别出来 会计估计要做出变化吗 或者有一项会计估计需要新产生吗 所以你看各位同学 这些项目用备吗 不用备 听我讲一下 我讲的都是故事 但是未来 这些故事可能就会成为考题的背景 所以大家日积月累 有句话我特别喜欢 叫做见多识广 大家才不会大惊小怪 如果未来考试当中 给你试一道什么商欲减值了 什么非现金对价了 投资性房地产了 什么预计负债法院判决了 如果你上课当中都没听过这些的例子 你上了考场一定会很懵的 你会觉得说 哎呀这东西都是啥呀 可是你平时天天在听 叫狗日新日日新 是吧 每天听来听去呢 都是大家感觉司空见惯的东西了 那上了考场的整体上就舒服一些 好以上是我们说的四分之二 下面这些再说一遍 不用背啊 听懂了就行了 第三 了解管理层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怎么做出呢 比如说方法是什么 模型是什么 那我问问大家 了解方法了解模型 目的还是为了评估重大挫暴风险吗 给你两个选择啊 说一种咱们用的是行业当中的通用方法 另外一种是用管理层 自己做梦 流着口水梦到的 自己内部研发的方法 你说哪个 重大挫暴风险可能会更高呢 第一个方法 行业内通行的 大家一贯使用的 第二个方法 管理层内部自己研究出来的 自己开发出来的 没有经过行业认可和检验的 那很显然后者 风险可能会更高 对吧 所以这就是要了解方法和模型 我问问大家 做出会计估计的方法和模型 在筑筷的六门课程当中 你们学没学过 有没有一个地方给你讲 做出会计估计的方法或者模型 有没有 我告诉大家 你们最讨厌的那门课 财管 讲的就这东西 比如说商与减值 企业价值评估 讲啥 模型告诉过你 现金流量折线法 相对价值法 适应律法 适境律法 适销律法 什么 鼓励现金流量折线模型 股权现金流量折线模型 我们会计当中 如果要核算期权 核算延伸工具 财管当中给你讲过 二叉数模型 多期二叉数模型 还有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 布莱克斯科尔斯BS模型 你说这东西 为啥财管中要学 这本身是做出会计估计的方法 然后我再问大家 实践工作当中 这些方法你会用吗 你擅长用吗 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逞能 那个小郭老师擅长啊 他做这个的 可是呢 我觉得我们不擅长 我们不擅长 我们怎么办 我们硬着头皮自己上吗 不是的 我们要利用他人的工作 找专家 专家懂这些就行了 咱住块未必要懂 可是咱们讲专家的时候 咱们也说过 专家的工作呢 不能拿来主意 人家做完的工作 咱们要对专家的工作的 恰当性进行评价 怎么评价呀 学完采管之后 这些模型 你也略知一二 你也在考场上 曾经做过计算题 哎呀 真的像英雄一样 是吧 采管那种计算题 我都做过 那我这个人 人生还有什么困难 学住块的人 学采管的人 连死都不怕 是吧 所以你看 那专家的工作呢 咱们也略知一二 也能和专家对上话 虽然我不如他精通 但是你至少骗不了我 蒙不了我 是这样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学采管啊 这跟审计的联系就在这啊 这不就是做出 会计估计的方法和模型吗 这第一项 接着 第二项 了解管理层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当中 有没有相关的控制 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在控制这里 咱们在第七章 就学过这样的结论 了解控制 我问问大家 是可以还是应当 这你告诉我 你注意啊 是应当 接着呢 测试控制呢 这个可不是应当 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是在需要测的时候 什么情形 两种 第一种 控制预期有效 第二种 仅实质性程序不足 那么如果控制测试有效 可以减少 实质性程序的样本量 那会计估计当中 你说这个结论会有偏差吗 一模一样 所以了解会计估计 相关的控制 来进行风险评估 这个工作本身是应当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未来考试当中 经常这样蒙蔽你 说注册会计是认为 与什么什么什么 有关的控制 然后给你找个借口 告诉你说 无需了解 这对吗 你要记住啊 了解 它都是应当的 只要这项控制 与审计有关 所以未来考试 给你换汤不换药的考你 说我了解到一个 与会计估计有关的控制 一个与防范舞弊有关的控制 一个与管理层凌驾于 内部控制之上 做出会计分落 其他调整有关的控制 一个与特别风险有关的控制 一个与识别关联方有关的控制 说了一大堆 最后告诉你说 说由于注册会计师 以往年度和管理层做过访谈 故在本期无需了解 对不对 通通都是错的 是吧 因为了解内控 只要与审计有关 都是应当的 所以这儿大家要善于总结 这就叫做规律 这一点我要求大家掌握 因为这个在简答题当中 考到的概率超高 没有难度了吧 现在是不是有点融会 关通的感觉了 把握规律很重要 这第二项 要了解与会计估计有关的控制 这个相对来说 要按照我讲的那个脉络图来掌握 其他的内容呢 教授介绍了一些基础知识 一些概念 这个和考试的关联度不大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看了 第三 说管理层是否利用了管理层专家的工作 你如何做出会计估计呢 你不是也不会吗 你不会怎么办 你大小瞪小眼吗 不是的 你去找专家 那如果你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那我可能也需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因为本身说明这个事的复杂度 可能比较高 这个事可能比较专业 所以这第三项 管理层是否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第四项 会计估计所依据的假设 什么叫做会计估计一句的假设 比如说 你在对企业的企业价值评估 来进行相关的会计估计 对商与减值进行相应的会计估计的时候 你学采管当中会告诉你说 你得给我估计一下 未来你们企业的收入增长率是多少 这就是个假设 说我假设10% 那这叫做一项假设 这是如何做出会计估计当中 我们需要去运用的假设 然后管理层可能使用来源于内部 或者来源于外部 不同类型的信息 来支持这个假设 你看内部的假设告诉你说 说你看我历史上收入增长 大概就10%左右 同时根据我们今年 我们搭建的不同的生产线 我们的产能 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支持10%的增长 这就是内部的信息 也可以有外部的信息 比如说行业当中的增长率 大概就在8%到12%之间 那我们认为10%应该来说是合理的 因为大盘就是这样的趋势 这不就是内外部的信息 对假设的支持吗 你看我讲的都是案例 你一定要听 这些不需要大家背 但是你真的得听懂 这节课听懂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大家听起来没有什么难度的 只要你认真听 不要走神 因为刚才我同学走神 说老师说狗日心日日心 啊老师啥意思 还狗日心 哎呀你说说你多没文化 可能吗 我看到这同学啊 心都凉了 为啥呢 你这都不知道 你还在那 还狗日心呢 还汪汪汪呢 是吧 你上了考场之后 你怎么写专业术语 你不要去留心这些东西 你走神了 那你听不懂了 你跟着我的节奏 把案例听懂 那这些课学起来难度就不大 是吧 这收入增长率 这就是典型的假设 什么叫内部 什么叫外部 那这个内容呢 大家听懂了 这就不需要背 好了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 我们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时候 如果被审计单位缺乏经验 或者没有获取信息的外部来源 那么你做出的假设就更具有主观性 更具主观性 那么风险整体就更高 是这个道理吧 这就是假设 第五个 说用以做出会计估计的方法 是否已经发生 或应当发生不同于上期的变化 以及变化的原因 方法变了 方法变的话 一定要注意 事出反常必有要 你要看一下 它的变化是否合理 这个原因真的合理吗 我们要了解一下 是否发生变化 或者是否应当发生变化 那么如果改变了 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方法是否合理 或者这个方法本身 是不是就为了应对 环境发生的变化 我们做出的调整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过去我可能采用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 但是现在我突然能够获得 市场上的相对的价值了 那我可能按照我们市场当中 可以观察到的相关数据 来进行公允价值的做出 那么这个方法可能就变化了 我们从利用数据做分析 这样的方法 变成了我们丁事法 我们采用可观察到的一些输入值 那这个方法变了 我们要看是否合理 在这我提醒一下 考试怎么考 千万记住啊 如果考试告诉你说 做出会计估计的方法 发生了变化 需要大家分析的就是 这种变化是否合理 如果你不管3721 你为了一些不合理的目的 去变更方法 比如说为了操纵利润 说哎呀变成了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的利润可能会更好看 有一年考试考你什么呢 说我们把会计估计的方法变了 原因是什么呀 为了这个减少我们的税块差异 那这样的话 你注意啊 都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的方法可能不合理 什么叫做方法合理的变化呢 一定是新方法更好用 新方法能够提供更加可靠的消息 不能有人为的操纵性 所以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考点 这个考点没有什么需要背的 但如果考试出来 你要学会分析 比如答题中 你要说注册会计师需要去考虑 会计估计的方法变化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 不应进行变更 可能是错报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五项 第六项 说管理层是否评估 以及如何评估估计不确定性的影响 而会计估计呢 其本质就是情况有变 那当情况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 管理层对于这种不确定性 这种变化 这种幅度 你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比如说 管理层有没有考虑各种假设 或者结果 你说收入增长10% 为什么不是15呢 为什么不是8%呢 为什么不是0呢 为什么不是负增长呢 怎么办 可以做敏感性分析 我们分析不同的情况 对会计估计的影响 这个财管考试专门考你大题 让你去算敏感性分析的 你们未来考财管的时候 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题 遇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真讨厌 还是审计好 是吧 所以审计当中不考你这个 但是要理解是个什么概念 这就行了 第二个说 当敏感性分析 表明存在多种结果的时候 这不就是多种结果吗 那管理层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你选择哪种结果 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10%的 你为什么认为 我们的企业不是负增长 你的选择合理吗 靠谱吗 值得信赖吗 第三 说管理层是否监控了 上期做出会计估计的结果 说我看看你以前 你过去做会计估计做的准不准 如果你以前做的都不咋地 像啥呢 比如说你以前跟刘总打麻将 他这人手气就特臭特背 他现在过来找你说 来我帮你玩一局 赶紧拒绝他 他会输钱的是吧 所以这就是历史前科 这怎么样 所以管理层你在历史上 做出会计估计的结果如何 你对于历史上做出的会计估计 有没有持续的监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看一看 以始为竞 对我们今天来说 有借鉴的作用 因为会计估计 当有不确定性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些角度 去带大家的不确定性 来进行相应的分析和判断 好了 这是说的第六项 这六项讲完之后 大家整体上 肯定是觉得压力很大的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六项我不需要大家背 真的不需要你背 考试也不会考你墨写的 所以你不要苦心故意的说 老师我要把这六项都背下来 给自己长难受 你也背不下来 你相信我 当然我能背下来 你说老师我能背下来 那更好 是吧 你是记忆力大师 我给你点赞 但是如果你背不下来 那该怎么学呢 认真听啊 不要误入迷途好吗 认真听怎么学 我强调的就是 你下去之后 请你拿着这六点 逐一问自己 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一条啥意思 这是今天的家庭作业 我不需要你背 单位来 拿着打好基础 288页到289页 管理层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什么了解它的假设方法呀 相关控制呀 管理层是否利用了专家的工作呢 比如说会计估计的方法 是否发生变化了呢 如何去估计 会计估计不确定性的影响呢 这些项目不用背 但是拿过来之后 每一条问问自己 什么叫做相关控制呢 什么叫做会计估计的假设呢 能不能自己给自己说通 说不通的话 找到课程的片段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点对点的学习 哪里不会点哪里 这就够了 如果你能给自己说通了 这个地方过去就行了 不需要背 明白了吧 所以重在理解 在这儿我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觉得这些是精华 大家要在这些上面下功夫 好了 这是第三项程序 叫做风险评估当中 我们了解管理层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接下来第四项程序 如果说在这四项程序当中 哪项最容易考 那是第四项 这项考核的概率特别特别高 这儿有这一段话 这段话第一点大家要理解 第二点 大家对于这句话要背诵 为什么 考简答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还是说过 我说管理层你历史期间做的怎么样 咱得看看 咱们注册会计师要做复合 而且告诉你说这是应当复合 再者 可能你上期做完变化之后呢 后续这个会计估计本身 也在发生变化 那么管理层后续呢 要做出一些重新的估计 做的会计师还是要复合 我举一个例子啊 你跟着我听一听 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 他要估计自身的退货率 为什么 因为他在销售的时候 他富有退货条款 这个如果你们学了新收入准则 你可能会听说 没学也无所谓啊 小金老师给你讲明白了啊 比如说 我们的企业给顾客卖货 顾客呢 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 一定的时间内 享受无理由退货服务的 管理层要估计一下 本期我们卖了100件商品 每件按照50元的价格去售卖 根据历史的退货率的估计 退货率是10% 那么你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要确认90% 这么确认出来是多少 100乘以50 59 4500 这个部分咱们确认收入 而剩下500的部分 这是我们估计的退货率 这个部分不能确认收入 要确认预计负债 假设这是上一年的 我们要不要复合上一年的呢 要复合 为什么 我们还要去看看 上年的结果在后续有没有变化呀 接下来告诉我们说 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实际的退货率可能不是8% 假设我们重新调整 我们预计呢 相关的退货率变成5% 那变成5%之后 那这个地方变成了4750 那么预计负债从500就可能变成250 那因此要对原来做出的会计估计 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要复合以前的 看以前做的准不准呢 它的变动性怎么样呢 有没有相应的风险呢 比如说你复合上期的 说它的估计的退货率是10% 可是啊 我们一看行业 一看你的历史情况 你的退货率高达30% 那就说明你这些退货的数据 可能本身都是有问题的 你的会计估计都是有偏向的 你可能是为了高估收入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你看这样的例子 你必须听 为什么考试考过 在综合题当中考过 在简答题当中也当过背景 你说这个你能不听吗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样的例子认真听 其实听完了之后呢 是提高大家的专业素养的 那然后我问大家一句 管理层如果在上期进行了相应的会计估计 注册会计师 我们本期复合上期的结果 咱的目的是啥 别忘了啊 咱们的目的是为了做风险评估 咱是为了去质疑上期 做出的判断吗 不是啊 咱不是为了给历史基金去 揪错挑错改错的 我们是要看一看 上期的结果对于本期 进行风险评估来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一点上 大家一定要清楚 未来考试当中可能会这么考你 你看啊 说上期是10% 但是呢 我们本期发现实际的退货率可能是15% 原来管理层做出会计估计的时候 考虑了当时能够获得的必要合理的信息 可是之后注册会计师复合的时候发现 哎呀 上期这个偏低了 实际上人家退了15%呢 于是将上期的要求管理层做出追溯调整 进行更正 你说这个做法对不对 你要说不恰当 问题是理由怎么说 理由就这句话 你给我直接写上就行了 你说注册会计师复合上期的会计估计 目的是为了做风险评估 而不是质疑上期 根据当时可获得的信息 而进行的判断 所以记住啊 我们复合上期不是为了质疑上期 是为了服务于本期 能理解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啊 理三变外三层 我给大家讲到这儿 算是讲透彻了 这个太重要了 真的重要 好了 以上 我们把风险评估当中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四个程序 我给大家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之后呢 大标题大家要背 下面的这些内容 我提示大家背的需要背 我说不需要背的 大家就下课认真理解 好吗 缓一缓啊 喘口气 难不难 其实大家应该都能听懂 但是呢 整体上就会比较碎 怎么办 按照我说的要求 下课之后呢 再做一下消化和吸收 接下来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 我们上面学习的相关知识 我在打好基础的289页 给大家又写了一个原理详解 又写了相应的解题高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吗 咱们先来说原理详解 来说一段好玩的话啊 说会计估计像什么 像中国的大厨烧菜 咱们中国的大厨 烧菜的时候 你看啊 真的 英姿洒爽 那个锅 颠来颠去 那个火轰 着起来是吧 跟马戏团似的 但是呢 你问他说 你说这菜为啥烧的这么好吃呢 他告诉你说啊 要把握好 火猴 你说加多少糖呢 他说少许 加多少盐呢 适量 这就是中国的大厨 这就是中国的大厨 同一道菜啊 不同的人做出来 就是不同的口味 都是番茄炒蛋 那每个人做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咱中国人做饭就讲究这个 拿捏的要准 有精确的计量吗 没有 怎么办 靠的是估计 那你想想啊 可是风险是不是也正是来源于这种估计呢 那西方人做饭不是这样的啊 做个披萨 做个薯条 炸几分钟 弄个苗表在那记着 油温多少度 拿个温度计在那侧着 加三克盐 还加五克糖 这是西方人的思路 但咱中国人 本身就有一定的运筹帷幄的空间 我觉得啊 这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很多文化当中的魅力 是吧 你看到这个火猴是什么 这就是会计估计 本质上就是这样的 其本质就是有不确定性 那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呢 有的时候魅力就来自于这种不确定性 当然风险也正是来自于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学会计估计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怕的风险 就是会计估计具备不确定性 因为说不清 道不明 容易被操纵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原理想起当中的第一段 好理解啊 这是精髓 接着 说从审计的角度 了解会计估计评估风险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估计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怎么办呢 刚才说过敏感性分析 我在这又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这个例子在考试当中也不是没出现过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2016年 当年的题好难啊 也考了会计估计审计的简答题 那年考的就敏感性分析 很多同学 当然有同学没有认真听课 你下来之后一定是哭天腔地的 说老师考试考的是什么商誉减值 长期资产减值 敏感性分析 我听都没听过 审计教材当中根本就没有给我举过例子 但是另外有同学说 老师我庆幸 因为你上课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今年给你写在这了 你看啊 这是我当年2016年给同学们口述讲的例子 但现在我也进步了 我给大家写在这了 这个例子 2016年考过 然后你去看 2019年 2020年都考过类似的例子 这就是大家上课为什么一定要听专业案例 来一起读一读 说例如 被审计单位假公司对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长期资产在未来期间产生的现金流入 那就是一项会计估计 假设假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不稳定 那么对未来的前景进行预测不确定性很强 那么管理层就可能产用敏感性分析的方法 将前景划分为好中差三种情况 然后分别进行假设分别进行预测 然后呢 我们还有可能对它进行更加细致的拆分 好中差这才三种 可以变成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是吧 还有呢 我们可以给每种情况赋予不同的权重和概率 那计算加权平均的数值 这就叫做敏感性分析 这就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运用 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处理 能理解了吧 所以未来啊 如果考试出现这样的案例 你要能够读得懂 好了 这就是说的原理详解 我就说到这儿 然后例子呢 也给大家写在这儿了 所以上课听口述 理解起来比较难 比较慢的同学 下课之后再好好的看一看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了 我们再来说这一页下面的解题高手 说针对会计估计的风险评估 有四项程序 我不再赘述了 这四项程序再说一遍 同学们要背 而且未来要和风险应对的程序做变期 人家会让你做多选题的 好了 以上我们讲的是原理详解和解题高手 我带着大家又过了一遍 那接下来呢 咱们通过一道题目来演练一下 这道题目是典力研习 17-2 2011年的多选 这道题说 说在识别和评估 与会计估计相关的重大作报风险的时候 下列各项中 注册会计师认为应当了解的 这道题啊 我真的提醒你 你别看答案 你给我独立的做 你好好认为选啥 思考思考啊 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了 十秒钟 基本上同学们选出来两种答案 一种答案是A B C 另外一种答案是A B C D ABC的这个同学 我告诉大家 你好好思考思考 我帮你分析分析 这一类同学的问题在哪 他的错误呢 可能来源于两种 第一种 对讲义 或者说啊 只是对讲义 说这种题咋做呢 小金老师 我有办法 我教教你 我说来 你跟我说说啥办法吧 这不是问你吗 说注册会是应当了解的有 然后呢 我就趁你不注意啊 趁你 按在我们家的那个摄像头 没看着我的时候 我往前偷偷摸摸的翻一下讲义 看一看 是什么 A选项 说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 讲义上有 得选 B选项 管理层如何识别做出会计估计 A 讲义上有 得选 C 管理层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也有 选 第四项 复合上期会计估计 没有 不选了 行了 讲义上有的 ABC 就这三个 好 选上ABC 就这三个 你就错了 为什么呢 小雅老师跟你说过啊 你背是一方面 你不能只背 更不能只对讲义 因为这道题 递选项考你的是理解 我就问大家一下 你在了解管理层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的时候 你要不要了解 会计估计所依据的数据 你先不用说 我们的讲义上怎么写的 教材上你怎么背的 我就问大家 你平常识 平你跟着 善良的小雅老师 你听了这节课 我给你举了这么多的案例 我问你 你要不要了解数据 你就平常识 平听课的感觉告诉我 当然要 我刚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呀 什么收入增长率10% 这不就是数据吗 我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呀 什么可变现净值 那不是数据吗 要不要了解 不了解数据 如何了解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呢 你说 你光靠背行吗 你去找这一项 说会计估计依据的数据 哎呀 老师我找了半天 都没看到有这一项 发现了吧 审计就是这样啊 可是这一项你能不选吗 你不能不选 所以D选项也得选 为什么 因为本身是C选项的延伸 甚至教材上 没有白纸黑字 一字不落的原文 人家照样这么考 这就是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能只靠背 你上课为什么要听我讲案例 否则的话 你看这种选项 你一定做不对 你对着书找 给你一本书 你都做不对 为什么 你不够灵活 所以大家记住啊 考试做题的时候 该背的背 该理解的也要理解 咱们是人类呀 咱们这个星球当中 最智慧的生物呀 咱们只能靠背吗 那太可悲了 是吧 咱们要靠咱们聪明的大脑 去分析判断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A B C D 如果你没有选D 我只能跟你说啊 你不够灵活 好了 这道题解析的部分 大家再看一看 我写了个陷阱提示 为啥 因为这道题太典型了 它专门打击的 就是那些只靠背的同学 在这啊 你这个美梦就破碎吧 真的不能这样 一定要理解 说本题最大的陷阱 在于选项D 如果你死读书 把三个大标题背下来了 当然现在是四个大标题 你背下来了 然后对照着选 一定会遗漏选项D的 可是如果你从原理的角度分析 这个数据你是要了解的 比如说 你评估跌价准备的时候 要了解存货的估计售价 那属于必不可少的内容 如果把会计估计比作一道菜 那么会计估计预据的数据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吧 这是原材料 你怎么能够不加以了解呢 这是扣机灵魂的考问 那因此本题具备灵活性 同学们需要借助这道题 训练解题分析 判断变通的能力 然后还要有个心态 真的不能只靠背 还要有个心态 真的不能只听热闹 只听段子 只听笑话 这是不行的 一定要深度思考 这是通过审计的关键 否则你每天上课 哈哈哈哈 嘻嘻嘻 好高兴 下去之后做题 上了考场之后 一定会给你当头棒喝的 所以同学们 学审计 要做冷静的 睿智的人 一定要深度的思考 好吗 好 这节课我们先上到这 我们课间休息一下 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 再继续讲解剩余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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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